开车一到车头前有障碍物 最迟什么时候打轮 我们不刮蹭车头脚呢 尤其是在这样的小气道路开车 那么今天车哥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一个点位一个技巧 一天之内让你成为转弯老司机 告别转弯刮蹭 这样的技巧你学不学 因为每个人的坐姿身高 以及车辆都不一样 所以看到的点位都不一样 那么今天哈 大家一定要跟着我的操作来一遍 只要你操作完以后 你再来转弯 相信我 你再也不用担心 你的车头脚会刮蹭到情况障碍物 第一点 我们的坐姿座位已经要调好 不要你今天这样看 明天这样看 那就不准 所以我们一定要固定好 我们的驾驶座位 比如像车座这样的哈 手臂自然弯曲 然后头靠在咱们的这个靠底上 第二步 找一条这样的直线 或者是点障碍物 然后盯住我们的汽车A柱甲脚 左侧的A柱甲脚 或者右侧的A柱甲脚都可以 把我们的车辆往前开 一定是随时往前开 当我们的A柱甲脚和前方障碍物 底部重合的时候 停 然后下车量出我们的车头 到咱们这个障碍物的距离 到底是多少 像车哥的哈 这个时候 我的距离是三米 只要我们量出的这个距离哈 大于我们自己汽车的轴距 那么我们这个点就可以用 那么这个时候哈 我们沿地打满方向盘 无论是往左还是往右 都不会刮身到我们的车头脚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车头脚 距离障碍物最近的地方哈 都大于 40零碍 那么新的朋友 只要量出咱们的这个 安全车机以后 我们来实验一下 看看有没有用 那么比如哈 我们前面要左转弯 尽量把车辆往前开 让我们的A柱夹脚和前方 站或底部 重合以后 我们再打轮 这样哈 我们就不用担心 我们的右侧车头脚 会刮身到前面的这个墙面 我们又要右转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是尽量的 把我们的车辆 多往前开一点 然后盯着我们的右侧的 这个A柱夹脚来 把我们车辆往前开 当A柱夹脚和前方 站或底部 或者看左侧也行 然后我们再打轮 这样哈 我们的车辆也就 不会刮脆到前面的车辆 那么转过来以后 哪怕一到咱们的这种车 我们是不是只用反方向 打满方向盘 也就是往左打死方向盘 往后退 对不对 看到安全车机以后 那么我们再往右倒 这样哈 我们轻轻松松就转过来了 大家只要牢记这种方法哈 我们再来这样的窄楼开车 就如理平地 那么前面哈 我们无论你是要往左 还是要往右 都是盯着我们的A柱夹脚 把车尽量往前开 A柱夹脚和张安围 底部重合以后 再打轮 这样哈 我们就不会刮蹭到前面的车辆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怎么样 新手朋友只要量出了 属于自己的安全点 那么以后你们再来窄路开车 或者转弯的时候 再也不用担心 我们的车辆药 不会刮沸 自信一点 放心大胆的开 我是车哥 把后来的主页 谢谢更多汽车知识